我现在请王毅先生 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 主席先生 各位同事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 国际安全形势持续不禁 全球经济复苏脆弱曲折 各种风险危机层出不穷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 这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 各国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 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化 各国人民求进步 促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 如何回应时代的要求 把握历史的潮流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主张坚定而明确 第一 要和平 不要战乱 习近平主席指出 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 受益而不绝 失之 则难存 和平是一切美好未来的前提 也是各国共同安全的基础 动荡 战乱 由同打开潘朵达盒子 挑动代理人战争 极易反食自身 追求自身绝对安全 必然损害全球战略稳定 我们要坚持以和平方式处理分歧 以对话协商 解决争端 第二 要发展 不要贫困 发展是破解各种难题 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 我们要坚持把发展 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 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 维护各国正当发展权力 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汇集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 第三 要开放 不要封闭 习近平主席指出 开放是人类社会繁荣进步的庇佑之路 搞保护主义 只会作茧自负 锻炼 脱钩 必将损人害己 我们要倡导开放包容 拆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 翻离壁垒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 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第四 要合作不要对抗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最强大的力量是齐心合力 最有效的办法是同舟共济 最光明的前景是合作共赢 国与国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和分歧 但应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 增进相互了解 要以对抗 要以对话代替冲突 要以协商代替胁迫 要以共赢代替零和 共同抵制集团政治 共同反对阵营对抗 第五 要团结不要分裂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世界各国称赞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 要穿越惊涛骇浪 使向光明未来 必须同舟共济 永续发展的世界 应该承载多彩的文明 人类的现代化应当兼容多样的道路 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 民主自由 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制度差异 不应成为制造分裂的理由 民主和人权更不应被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我们应当摒弃 意识形态化线 团结起来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凝聚最大公约数 划出最大同心缘 第六 要公平不要霸凌 大小国家相互尊重 一律平等 是联合国宪章首要原则 国际大事要由各国共同参与 国际规则要由各国共同制定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高人一等的国家 也不应动辄 以实力地位霸凌其他主权国家 我们要积极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推动各国权力平等 规则平等 机会平等 构建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一事国 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坚定地站在团结合作一边 站在时代潮流一边 站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一边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我们积极推进国际和平事业 参与国际军控 裁军和防扩散进程 我们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我们也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 和维和的贪款国 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 将坚持和平发展 写入宪法的国家 是五合国当中唯一 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是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家 面对当今各种安全挑战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 呼吁国际社会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 坚持重视各国的合理安全关系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和平解决争端 坚持统筹 维护传统和非传统安全 为弥补人类的和平赤字 贡献了中国智慧 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 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我们积极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 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 安全本地 已经成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每年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达到30%左右 中国模范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前10年实现了议程的减评目标 对全球减评贡献率超过70%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南南合作 主动成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 向160多个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发展援助 也是20个集团中 落实对发展中国家 缓债金额最大的成员国 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上 郑重提出全球发展成员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吹响了重新聚集发展的集结号 呼吁国际社会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前不久 习近平主席主持了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 就落实倡议宣布了数十项重大的务实举措 为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注入强务务务力 本届联大期间 中方主持召开全球发展倡议 知有小组部长级会议 为推进倡议汇聚新的共识 中国发展的快车奔驰向前 将继续为世界增长提供动能 为各国人民增添福祉 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我们历来坚定维护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中国全方位参与多边事务 加入几乎所有普遍性的 政府建国际组织和600多项国际公约 对外缔结了超过27000项双边条约 认真履行自身国际义务 中国始终遵循世界人权宣言 持而不惜保障和加强中国的人权视野 同时我们坚决反对人权政治化图谋 推动国际人权合作的健康发展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 中国永远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 我们对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取得的快速进步 感到由衷高兴 将继续为发展中国家仗义直言 纾困解难 全力支持提升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在国际多边进程中 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更加团结起来 发出正义呼声 成为推进发展合作 维护公平正义的中流砥柱 中国始终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面对新冠疫情 中国全力推动和参与国际抗议合作 尽其所能提供抗议物资 分享抗议经验 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最早支持疫苗支持产权豁免 我们已经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了超过22亿剂的疫苗 面对困扰世界的发展难题 习近平主席倡导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 中方已经从世界上149个国家 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 还创建了亚投行思路基金 打造了最具广泛性和包容性 以及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面对各国在数据安全上的共同关切 我们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为制定全球数字安全规则 来提供借鉴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 中方坚定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宣布富有雄心的双碳目标 推动落实巴黎协定 植树造林 占到了全球人工造林的四分之一 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付出了不懈努力 面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 今年以来 我们已经向有需要的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1.5万多吨的紧急人道粮源 中国始终是热点问题的斡旋者 作为负责任大国 中国努力探索和践行 中国特色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 根据当事国的意愿和需要 建设性的参与热点问题的解决 以劝贺促谈为主要方式 以公平务实为主要态度 以标本监制为主要的思路 中国支持一切 有利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 党务之急是劝贺促谈 治本之策是照顾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 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我们呼吁各方 以致危机的外遇效应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正义已经迟到 但绝不能缺席 两国方案是公道正义的底线 必须坚守 中国一如既往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要正本清源 坚持双轨并进和分阶段同步走 共同维护半岛核平稳定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阿富汗正处于油乱极致的关键时期 包容见证 温和施政是方向 恢复经济 改善民生是根本 坚决打恐 融入地区是重点 少数国家滥失单边制裁 切断发展援助 冻结他国合法资产的错误做法 必须纠正 中国坚定支持古巴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 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的正义斗争 全球枪支泛滥问题日趋严重 我愿在此宣布 中国已决定启动联合国枪支议定书的 国内批准程序 我们将为加强全球枪支管控合作 消弭安全赤字 做出新的贡献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未分割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从未改变 全体中华儿女追求祖国统一的努力 也从未停止 七十多年前 开拓宣言 波斯坦公告 明确规定 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 包括台湾 澎湖列岛 归还中国 这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51年前 正式在这座庄严的大厅里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 决定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将台湾当局的代表 从其非法占据的席位上 驱逐出去 美国等少数国家 为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而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的提案 成为废纸一张 联大第2758号决议 从政治上 法律上 和程序上 彻底解决了 包括台湾在内 全中国 在联合国 以及国际机构中的 代表权问题 也彻底封堵了 任何人 任何国家 企图制造 两个中国 或者一中一台的 任何空间 一个中国原则 也已成为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81个国家 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 都承认和接受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中国坚定维护 一个中国原则 不仅是在维护自身的 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 也是在真正维护台海的 和平稳定 维护不干涉内政 这一发展中国家 安身立命的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国院继续 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而为达到这一目的 就必须 以最坚定决心 打击台独分裂活动 以最有力举措 排除外部势力干涉 只有依法 坚决制止分裂 两岸和平统一 才有现实基础 只有国家实现完全统一 台海才能真正迎来 持久和平 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 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 一致反对 任何试图阻挡 中国统一大业的行进 都必将被历史车轮碾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 国际社会高度 关注中国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18次 全国代表大会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 这十年 即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十年 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 实现历史性跨越 为国际社会 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十年 中国正在全力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着力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有14亿人民的团结奋斗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显著优势 有持续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 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 中国发展的趋势 长期向好 中国进步的前景 更加光明 中国奇迹的故事 将更加精彩 主席先生 各位同事 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 大踏步走向现代化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中国所追求的道路 是合并发展 而不是掠夺知名 是合作共赢 而不是零和博弈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而不是节奏而已 我们将继续破解 人类发展难题 提供中国智慧 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做出中国贡献 下个月 中共共产党 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即将在北京召开 这次大会 将秉持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 科学规划 未来五年 乃至更长时期 国家发展的目标任务 全面薄划 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并同世界各国一道 为和平发展护航 为团结进步担当 携手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开创 更加美好的世界 谢谢大家 我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所做的发言